继续带您看到的是 近前白宫顾问波顿之后 川普的侄女现在也要出新书 这书名叫做永不满足 我的家庭造就全球最危险的男人 他要爆料的就是川普 书中有提到川普深血作弊 性格冷血还自恋 并且有很多黑历史 而这书呢7月28号才开卖 现在在亚马逊的热销榜 已经排名第五了 更多的讯息交给回评 好的谢谢新话 今年关于川普的新书 还真的是不少 我们现在看到是川普的家族 首次有人出面要出这个回忆录 来大爆川普的黑历史 这个人是谁呢 他叫做玛丽川普 他是谁 他是川普大哥的女儿 他现在55岁 是一名临床的心理学家 他的这本回忆录 是预计在7月14号的时候会出版 但是川普其实企图 透过一个20年前 他在这个一名家族的长老的葬礼上 签过一份保密协定 希望透过这个保密协定 阻止这本书的出版 但是现在法院判定他败诉了 这本书还是会如期的 在下个礼拜就会登场 但是我们看到说 这本书里面其实是揭露了 五大的川普家族秘星 首先是什么 首先是川普相当自豪的 他曾经念过华顿商学院这件事情 原来是由枪手来代考的 这个玛丽他回忆说 其实川普是在高中的时候 找了一名枪手 帮他考了SAT的学测测验 那这个枪手考的分数很高 也让川普顺利的就读的华顿商学院 川普曾经说过 他说这个商学院是这个天才 才有办法去念的学校 没有想到现在被爆料说 竟然是找枪手来代考 那再来呢 是他因为他身为一名 这个临床心理学家 所以他分析川普的个性 不只是自恋 他说你要符合一个自恋者 你必须要符合 九项的临床病征 他说川普全部都符合 而且不只如此 他还说川普的这个心理状态 是相当复杂的 必须要经过全方位的心理 还有神经的评估 才可以知道他的病理状况 不过玛丽也酸酸说 川普是绝对不可能会接受 这样的测验的 那此外他还写到说 其实川普一向都跟女性很难相处 而且他相当的不尊重女性 他在书里面提到了一段过往 是他曾经在川普的 海湖庄园里面游泳的时候 他在游泳池一起来的时候 刚好遇到路过的川普 结果川普居然直接看了他 就跟他说 称赞他的身材很好 还说他的胸部很有料 那这件事情 其实听在当下 已经是29岁的 玛丽心理来说 其实是相当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再来是 他提到川普一向很强调 他做事很有原则这件事情 他是一个质疑的态度 因为他说川普向来是含着 金汤匙出生的一个小孩 他一直都是靠父亲的权力 还有金钱来进行 这个谈判桌上的谈判 也就是说 他其实都是向来 就是靠撒钱来做事 所以根本就没有原则可言 那最后是他提到 川普是如何冷血的 看着他的父亲死亡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玛丽 他是川普大哥的女儿 川普的大哥比他大七岁 他叫做弗列德川普 那弗列德其实一直上来是被川普的父亲 想要塑造成家族的这个所谓的继承人 但是他在家族的企业里面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受到了一些打击 所以他离开了 后来去当了机师 不过也从此被家族当成了外人 他也因此染上了酗酒的习惯 那在1981年的时候 他的父亲因为酗酒引发心脏病死亡 玛丽就在新书里面回忆到说 当时整个川普家族里面 只有一个人到医院 而且那个时候总统川普在做什么呢 他在剧院里面看电影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其实不止川普对于这本新书 他或许可以说里面的内容都是子虚乌有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情 他可能没有办法否认 那就是现在外界发现 美国政府在这波疫情当中的补助款 竟然让川普提前当起了耶旦老人 把这些钱都给了他的亲友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川普政府在4月份 这个公告的薪酬保护计划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的PPP 这总共价值5200亿美金 总共补助了480万个小企业 但现在外界发现其中有2.73亿 都给了川普亲友 那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一份这个自肥的贷款清单 真的是让外界看了很傻眼 首先是川普的女婿库许娜 他的企业一共获得了800万美金的贷款 再来是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川普 他自己开的一个生菜农场 竟然获得了15万美金的贷款 不只这样 连川普的牙医 还有他的小白球的球友 也获得了15万美金贷款 除此之外 美国的运输部长赵小兰 他的家族企业也获得35万美金贷款 而且川普的金主 这个知名的美国媒体大亨 更获得500万美金的贷款 其实这样算下来 这份贷款名单 总共跟川普相关的人士 竟然高达100位之多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其实川普的争议还不止如此 在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 已经标破300万病例的同时 他竟然对外界强调 美国的学校在8月一定要重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要让我们的学校开 我们要让他们开开 快,美丽在冬天 当孩子是在学校的 他们要失去比较多 比较多的时间在学校 他们要失去笑 他们要乱的朋友 学习的学生 和乐趣的节奏 和节奏 我觉得他们会好 他们政策 所以他们会保持他们 没有办法 我们将会很大 民主党公司的部份 五-day schooling for the entire state your analysis it's i mean my analysis is that that is insane i mean that's not very deep analysis when we open schools especially for k through 12 it has to be based on what the community spread is and whether it can be uh sort of contained right we got to protect not just the kids but the staff and the teachers and the bus drivers i will tell you now i would not send my kid to a school or jurisdiction in florida given the numbers uh that i see now in places like miami